来月经的时候,我们要根据月经的多少根据的量 我们要推测它是不是一个异常子宫出血的问题 所以我们根据这个情况,有必要做B超的时候,我们必须要做 做B超它有两种方式,一个就是经过腹部去做 另外一个就是经过阴道去做 当然来月经期间,我们尽量禁止从阴道去做 因为它为了预防感染的问题 所以我们可能要经过腹部去做,来了解子宫的内膜的厚度的情况 了解子宫腔的一些简单的情况 当然可能会受到血液这些的影响 所以在做之前,可能要求病人就要喝水,憋尿,我们才能去做 针对年龄不同的病人,我们要做B超 可能就是了解他子宫内膜的厚度的情况 子宫有没有一些结构性异常的问题 所以正常的月经,我们一般是不做B超的 所以在临床上,我们到门诊就诊的时候 还是要根据大夫的建议 根据大夫的一个正确的判断来去做吧 专家提示 1. 要根据月经的多少,推测是不是异常子宫出血的问题 2. 根据情况,有必要做B超的时候,必须要做 3. 月经期间尽量不要从阴道去做 4. 正常的月经一般不做B超 4. 微量的下方